此小国富的流油,全国领土被领国劈成两半,东西不能相接。 在世界范围内,有很多奇形怪状的领土和国家,如贝宁,领土面积看起来像个手榴弹,再比如莫桑比克,领土直接被马拉维劈开一道口子。 还有如塞内加尔,领土被刚比亚中间劈开,使得领土南北几百公里不能相接,而下面这个弹丸小国,领土面积只有五千七百平方公里,却富得流油,而领土被领国劈成两半,东不能相接。 这个国家就是亚洲地区最小的国家之一,文莱达鲁萨兰国,也就是文莱,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君主国家,全国领土面积五千七百平方公里,人口只有四十万。 而文莱的苏丹,也就是国王,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,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君主国家。 而我们打开文莱的地图,可以发现,小小的文莱领土,被领国马来西亚劈开,直接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东边的淡巴龙区,面积一千三百零五行方公里,大约占据文莱领土的三分之一,而跟其本土文莱相比,几乎就是一块飞地,中间没有任何的衔接,中间是马来西亚的林梦地区。 虽然如此,小小文莱还被一分为二,但是好在离得不远,因此管理也没有那么费劲,即使从海上还可以直接联系。 所以文莱对非地弹部龙区管理十分有效,现在的文莱自动在沿海地带发现了巨量的石油资源后,在短短几十年内,发展成为亚洲地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。 西人军继地匹层一度是世界前列。 现在的文莱十分繁荣,家家户户享受国家的高福利待遇,免费医疗,教育和住房,家家都是豪车别墅,而且文莱人甚至出国治病,出国留学都是政府买单。 因此,现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,很多人跑到文莱去打工赚钱,而且文莱的国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王之一,拥有几百亿美元的资产,而且其还深受爱戴。 探究历史真相,发现背后故事,对待历史,必须较真,更多精彩。 请关注,还原历史背后真相。